AO 兩世紀 天一天天的呼吸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瑪麗人對上瑪雅人 這好比賽是神愛邪的阿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8點鐘方向的瑪麗人 瑪麗人的特色是他的挖金挖石 挖金礦的速度會比較快 攜帶量也比較多 而且挖的時間可以再更長一點 所以他金礦的產能是非常豐富的 那瑪麗人他的能力是比較偏向於 騎兵跟步兵路線 但步兵路線其實也沒多強 他就只是步兵的遠防 每生個時代會加一點遠防 可以讓他變成刺蝟步兵 那瑪麗人他的騎兵路線比較強大 他的駱駝跟肉馬 都可以變成14點傷害的飄悍精神 騎兵單位 後期可以轉火槍 馬攻路線跟強弩比較尷尬 沒有三級射所以不太推薦使用 後期有火砲可以用 馬力人的森旅科技也是非常強大的 基本上該有的都有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馬力人跟葡萄一樣 都是T1的存在 那馬力人他的前期打法也比較適合 弓兵開局 畢竟挖進速度比較快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馬力人肯定是要騎兵開 當然其實也不是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瑪雅人 瑪雅人在這次比賽中已經出現過非常多次 我們還是來介紹一下 馬力人的特色 工兵單位非常拼搖 而且挖所有資源 都可以再挖得更久一點 所以馬力人比較適合走工兵路線 步兵路線的話 比較可惜的是他沒有見兵勇士 但是有大槍兵 老鷹的部分還有白血老鷹 黃金國可以用 整體來說 馬力人不弱 但是他的打法還是比較有局限自在 後期的工程師也是稍微弱了一些 這些弩炮的話也沒有工程工程師可以使用 大衝車只能稍微頂一下 聖旅科技最悲劇的是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前期遇到投資車的話 只能靠老鷹跟強弩去修操作 或是投車戶頭才有可能守得住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現在看到HERA地圖 下方有果子 上方有黃金 左邊部分有一塊黃金 右邊有一塊 黃金的分布位置 只有前面這塊金比較難守 兩塊金都在後方還算不錯 那石頭旁邊有塊在遺留在外面是比較糟糕的 而是偏向對手的位置 那副石頭在後面的位置就還不錯 但這張地圖要圍起來並不是那麼好耶 只能這樣子小微圍到底 然後這邊稍微圍一下 上面部分可能只能用TC連防了 這樣圍一下 稍微圍一下 或是直接圍一個口字型 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瑪莉這邊 瑪莉這邊的黃金金礦這一個地方 是比較麻煩的 但是還算可以 畢竟是林木區比較近的地方 那他這塊附近就跟Hero一樣 就是會比較糟糕 都在偏前方的位置 那瑪莉這邊是 反正這個瑪莉玩家是西托 那這是法國大將 法國最強的玩家 那西托哥他的打法 比較像是印象中 他之前的比賽狀況沒有那麼的穩定 就有點死好死壞 對我對他的風格來想 還是比較偏向經濟型 比較會有打出那種 不會一股腦的歐印一波帶走玩家 因為現在在前幾位的玩家們直接選手 風格大多數還是防守反擊比較多 那我對於西托的印象也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西托果然是瑪莉打了公兵開局 瑪莉公兵開還不錯 而且還有兩棒棒 這兩棒已經到了HERA家 這邊直接款擊 但是這一村可能會被拿下 直接被抓掉了一村 好兩棒棒騷擾轉弓兵 那這個打法也是我比較喜歡的棒棒開局 因為如果打三隻棒棒轉裝甲 很容易脫到自己的一級伐木還有一級農 甚至要轉弓兵或者是肉馬都會比較困難 但兩棒棒的操擾就不會這麼的嚴重 那這邊公兵出門了 現在HERA是選擇了瑪雅 HERA這邊要小心 走走走走往前走 公兵路線開始慢慢按 公兵來到了四隻一級射也點下了 有一級射的話 射老鷹的話至少還有三點傷害還不錯 HERA這邊也是展出了公兵 HERA現在是全黃金兵種 公兵配老鷹 A級射也有了 上面都是點了一級伐木 好上面稍微圍石 哇瑪麗這邊上面圍的蠻快的 也有把自己的主金給圍住 那現階段看起來HERA還是比較擁有主動權的 老鷹的優勢很大 不用速度夠快 那HERA這個打法基本上就像是一般的文明 公兵配肉馬一樣的黃金兵 最強壓制打法 老鷹配弓箭手最麻煩的地方是出公兵 也很難擋得住 當然這邊也只能出公兵了 當然瑪麗人也可以出肉馬 配公兵去反制這個搭配喔 確實是肉馬配公兵 打對方老鷹配置是比較有利的 因為肉馬是比較能打贏老鷹的單位 但細鳥覺得認為自己公兵就能守得住 就不需要轉肉馬 公兵升城堡時代也比較快 下面直接圍石 公兵出發 這裡轉了一些毛兵 這裡應該不用轉毛兵才對阿 這裡九人挖金了 甚至要下個雙四箭場也可以 這裡要買賣一下 把自己賣掉 石頭也賣了 很早喔 十七分鐘就要來點城堡時代 Hera這邊四級蓋好了沒 還沒有 這個四級有點拖到升級時間了 Hera這邊應該可以更早就去升下去了 看這邊選擇了差一根劍塔 升級時代稍微慢了一些些 瑪麗這邊已經升級上去 兩邊前期並沒有大打出手 但是打了一個偏農的開局 Hera這邊是點下了一級挖金跟弓箭甲 瑪麗點下了一級農田 Hera這邊一級農也要記得點 待會升級上去才不會經濟劣勢這麼嚴重 結果瑪麗取消了一級農 這是什麼招 怪怪的 怪怪的 這一農不應該取消了吧 為什麼不點一級農田呢 哇哇這邊是精算師 一級農取消之後 戰毛二級色奴兵都可以點 哇沒想到戰毛出到七隻啊 為了要有這個戰毛的 即時升級的效果跟奴兵 這確實該取消喔 哇這邊系列打得非常好啊 Hera 吸脫 吸脫哥這邊是戰毛配弓兵 如果正面對打也不會輸 Hera這邊是升級了奴兵二級色 因為升級時代稍微慢了一點 對方的弓兵有絕對性的優勢 這是對手最強的時候 好這邊是先轉了一個奴炮 瑪麗這邊也轉出了 彈道學 哇一上去就轉彈道學 單TC 就升級非常快喔 好奴炮一出來 應該就要撤了 不然這個再打下去 投車打個一發就會出事 好結果這邊打的是奴炮 欸 吸頭 投個表示 哎呀奴炮的話就沒那麼害怕 你就慢慢串吧 只要我能點到你村民就算我賺 確實也是如此 現在有彈道學很準喔 只要被工兵追上了村民 就會被射到頭破血流 戰狼兵一直在輸出 但是快被串光 這邊的工兵 努力射回去 好上方 兩隻戰狼再走進來 但是沒有看到 奴炮繼續串 這個房子真的太卡了 真的該地了 好就串到了 哇這個奴炮打得很舒服 再串個一發 好想要串奴兵 奴兵直接給高達第一 想要點奴炮 奴炮是有可能被點掉的 好 但是後方的工兵怎麼辦呢 奴炮雖然解的掉 但是工兵解不掉 先打工兵吧 工兵還是在殘血狀況 好全部搞定 現在馬力人 家裡的狀況是補下了 第二個城鎮中心 Ara這邊終於守住家裡 雖然石頭也沒有辦法 讓他補到城鎮中心 因為拿去補了劍塔 那個劍塔防守效果還不錯 至少還是有防守到一些東西 但是家裡開始有點荒蕪了 農田 沒有辦法繼續補下 現在只有 一百多肉 待會還是要 趕快再灑一些田 不然會斷村 只有四片田是不行的 好 那馬力人這裡點下一級農田 準備雙TC要開農了 那這裡雙TC開農 就可以繼續走工兵路線 工兵路線的話 讓自己開TC的壓力會更小一點 比走這個騎兵路線 稍微舒服一點 讓自己工兵 遠遠不覺的能出出來 防守對手的壓制 那家裡最好是要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出個頭車或是奴炮 不然這個工兵過來就會 這裡又補一個 才剛講的 哈哈 因為他已經前面送了一坨工兵的時候 家裡又沒有工程器製造所 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因為你的工兵數量 肯定是不會比這手多 甚至會有可能讓對方滾到水球 在家裡有投石車或是奴炮守著 對方的壓制力會稍微減弱一些 好 這邊也是買了一百石頭 開了TC 這座工兵 暫時騷擾一下 但是已經有投石車過來了 應該暫時不會有大打出手的問題 Hera也不是白癡 退一下退一下 哎呦吃了一發 好痛 兩隻戰錨倒地 Hera這邊是沒有轉戰錨 下方 一換一 沒換到 第二發拖了一下 鎖掉 再一發 投車互打 結果最後是被換掉的 是Hera這邊的投車 弩炮串燒 高打第一 打很快 傷害直接收掉 弩弩炮也被打掉了 投石車再度往前 這一波交換是Hera拿下的烈士 好 但第三個城鎮重心也終於補下了 好 瑪麗這裡補下了工兵鎧甲 塵寶石帶大打出手 魔兵就去點 這邊想要去偷家 然後去偷家 帶了三隻毛兵 跟十隻弓兵 家裡用投石車防守 這個策略我覺得蠻喜歡的 OK 投車家裡擋 弓兵繞到後面 直接抓掉Hera三村 三個屍體倒地 哇 這一局 Hera被拖了十村 只能說瑪麗這一波打得很漂亮 家裡拖車防守 然後又砸到了 哇 這一波被亂 又死了一村 說明差距越打越大 好 下面投石車 哇 沒想到這一頭 直接投掉了 Hera的前方壓制力的投車 好 但沒有關係 Hera家裡也有投車 你投我 我也投你 但沒想到Hera這波被投到頭破水流 經濟有點炸裂了 村民差距來到了十一村以上了 好 瑪麗點下來二級伐木 投車 拍一下 往前走 躲掉 先解決下方 哇 我的天啊 左膜被打爆了 哇 西頭哥 好痛 點聰明點聰明 沒點死 哎呀 殘血 OK 最後投車還是把工兵給搞定了 這個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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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工兵 好 前線的部隊 三台投車 大軍壓盡 瑪雅人 沒有辦法用僧侶 疊擋住頭車 的威瑟利 但是還是補了一個修道院 撿個生物 效果還是不錯的 這裡有一隻老鷹 在外面也晃 瑪麗人這邊轉出了一級 蛙姬馬凱 難道是要轉個 新騎兵嗎 好 轉的是騎士 就是新騎兵 好 這邊高打低 打...修道院很快 寶車 玉胖回頭 好 沒有辦法 一打高 三很高 殘血投射往後拉 拉個村民修一下 還要再往前嗎 瑪拉有點心急 我覺得會被擺換 HERA 被擺換了一台 但這邊高打低 又被換了一台 HERA下方投射車 終於換掉了一台 投車 但這邊又換掉了一台 第一打高 閃過投射車 點掉 殘血 這邊操作 先把弓兵點掉 戰毛兵不理 OK HERA最後是成功的守住 雖然投車被換得很慘 但最後是靠著弩兵點掉了頭十車 OK 弓兵現在穩定數量再起來 三級 十三級 這個手推車也升級了上去 好 手推車加成也是非常可怕的經濟科技 現在這個狀況 瑪麗人 騎兵轉出 想要給HERA一個Supplies 好 城堡蓋在前方高地 但這個燒戰 好像沒有蓋好 雖然沒有蓋好 好像也看到了這一格四眼 看到他在蓋城堡 好 二級馬卡也好了 現在正面有個高地青頭 3TC繼續農 畫面補下更多農田 瑪麗人 準備點下帝王世代 拜託這一波雖然打到了很多優勢 但戰損也是損失了很多 經濟差距也來到了3500左右 3500啊 這個資源量蠻龐大的 好 HERA這邊是帝王世代 點下去之後要轉型羽毛劍射手嗎 羽毛劍射手 打騎士雖然稍微能追到 但傷害比一般的工兵少了一點 這一坨騎士跟戰毛衝進去 想要來爭取一點時間 自己利用世代落後 這裡直接砍破木牆 直接直擊後方的村民 但是戰毛兵在後方的關係 工兵不敢往前 最後是被砍失了兩次 後面這些戰毛兵 又想要去抓這些村民 這些村民應該難逃歷史了 戰毛兵這邊高達第3很高 被戰毛直接又受了四村 村民術又下降了一些 又還是來到差距十村 後面這一坨 戰毛配騎士 哇 又受了一村 這個殺敵數 1比20 只拿到了一村 瑪麗這邊拿到了20村 吸出這一把 打得好穩啊 好 頭車直接吃到騎士傷害 但是 沒有辦法擋住這些騎士 後面沒有生魚過來防守 直接被拿下 後面往後拉 好 眼光 應該沒問題 哎呀還剩兩隻殘血 好 吸頭 後面 是沒有轉飛刀的 畢竟打攻擊手部隊 轉 飛刀是不利的 瑪麗人要打攻擊部隊 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轉劍兵勇士 一個是轉大量的騎士 都是不錯的辦法 好 看來這邊是要走騎士路線 騎士路線 重裝騎士 三級馬凱 OK 第四代也好 騎士先升級上去 下回也可以轉肉馬 那Hera這邊是 直接轉了弓兵強奴 沒有轉羽毛劍射手 什麼兵 小心 這波這波要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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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撤會躲破血流 哇怎麼一直被抓 Aera是不是覺得他是 戰毛兵就不躲了 對人家戰毛兵是二級射的 打錯命很痛喔 好 強奴直接攔截成功 對喔攔截 這拖戰毛 抓掉了一些強奴不錯 戰果來說我覺得很划算 好 單強奴射程就是非常好 Hera這邊努力的用強奴 想要抓掉這一拖戰毛 那現在Hera沒有轉 老英的關係 只能用強奴硬吃掉這一拖 封箭部隊 好 上方的臭名 直接被砍123456789 哇靠 又死了一堆 村 直接被砍了40村啦 1比40 41 哇靠 Hera只抓掉了西頭 一隻村民 瑪莉 西頭抓了Hera 44村 這個經濟差距 太慘了 Hera馬雅人 這一波遇到瑪莉 瑪莉過的不是很舒服 現在一直被挨打 瑪莉的圍牆感覺有圍跟沒圍一樣 對方騎士一直溜進來 瑪莉也沒有槍兵 可以防守這些重裝騎士的樣子 感覺這裡要稍微轉一下步兵科技了 等一下一個擋路力 跟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稍微擋下 滿重要的 而且現在金冠技術 標喊擊手也已經頂下了 現在攻擊力來到了19點傷害 19點傷害的騎士 來了 打村民還是要三刀 哇 這一波直接硬扛 但是奴兵完全接不到騎士 騎士跑得太快了 這一坨又進來騷擾 瑪莉這邊支援力 開到了極限 這裡有再度收村 每一次的收村都是一次經濟損傷 而且又被抓到村民的情況下 要把經濟農起來真的有點困難 這波騎士給他放著打 正面的部隊才是主要的進攻單位 三台巨頭開始攻城 左邊挖近況的村民 西拖有看到 趕快拉村民走了 村民差距來到1比51 被殺了50隻村民啊 最後面這兩隻騎士還在砍 真是砍爽欸 好瑪莉轉跨學了 下會還會有火炮可以出來用 瑪莉是有火炮跟火槍的文明 你轉老鷹我就轉火槍 你不轉老鷹我的騎士 繼續打你的騎士 你轉老鷹也會被我騎士打 瑪雅人這邊可能要轉槍兵 才有可能守得住 好 瑪莉這邊再安槍兵了 再來支援量非常糟糕 這塊黃金被對手挖的有點開心 黃金只剩下1550可以挖了 後面巨型頭C開始反擊 那瑪雅人巨頭只有兩台而已 對方進攻火力非常強大 對方進攻火力非常強大 好這裡大量買賣一波 好點掉了一台巨頭 好重裝長槍兵 終於升級好了 但是大槍兵還需要一點時間 上方這些蓋軍營的村民又被騎士騎了一波 村民擊殺來到62比1 這什麼數字啊 光是村民是不是被擊殺了 62村 哇馬力人 騎駝 這一把 紅狗流 到處亂咬 咬死了一堆村民 哇這個巨頭還被高地巨頭反殺回去 這波尷尬了巨頭全滅 黃金還是繼續被控住 甚至火炮出來了 巨頭出來要反殺也不容易 強奴看有沒有機會去點 如果自己是羽毛劍射手的話 抓這些火炮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移動速度比較快 但強奴要點到火炮也是不太容易 好馬亞人這邊透過買賣之後 買上了大槍兵的升級 槍兵不升 這是要等GG了 但這邊一升槍兵 馬力人鬼轉步兵了 這是一個轉兵遊戲各位 司機帝國並不是你造兵 打套路 就能夠輕易取勝的 轉兵才是重點 好這邊雙手劍兵點一下 二級的步兵鎧甲也點了 好點掉這個火炮 三級步兵甲也來了 三級步兵甲點完 馬力人的 劍兵魔師在補下 這是全滿集體了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馬力現在的步兵情況 遠防5點 我的天啊 遠防6 強奴射一下是4滴血 但我覺得傷害也是滿夠的 如果HERA這邊是轉羽毛劍射手的話 我覺得會更舒服一點 GG羽毛劍射手 天生自帶對2點步兵傷害 所以就算只能打他一滴血 至少也有穩定3點輸出 更不用刷遠防 現在 好來到8點 那羽毛劍射手怎麼射都是3滴 好 但是強奴來射的話 怎麼射都是2滴血 好 但是強奴比較便宜啊 好 看一下這一波 而且強奴也沒有產能上的限制 現在要產 矽毛劍射手的話 需要大量產能 才叫龍成型 好 下一波HERA想要趕快收掉 看到這一坨巨型頭C 這坨巨頭順利拿下600斤到手 但是上面的劍兵射手已經到處亂砍 這邊直接被破收穿 好 這一坨劍射給的壓力很大 好 城堡終於拿下來 這一坨黃金可以拿回來了 但是後面的劍兵射手已經出發了 來看一下HERA要怎麼對應這一坨的劍兵射手 直接拉了一坨 唉唷 看到後面有一大頭過來 劍兵射手開始亂砍 後方強奴開射 好 稍微回頭打一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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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墮強奴速度有點快啊 不能不能墮 要拉打 拉走拉走 哇 瑪雅好慘烈 劍兵射手完全擋不住 瑪雅被砍到我只剩下三十二村 但三十幾隻強奴應該也是夠打 OK 這一波 正面硬堂 劍兵武士 劍兵爭取時間 長奴後面輸出 但是後面又一坨的劍兵武士來了 上方城堡也被進攻當中 這三台 四台巨頭 應該是能守住 好 城堡應該能夠加拿出 好 瑪雅人點下了防禦劍塔 開始要來控地圖了 上方的進攻路線準備好了 但這邊還沒有補 好 這一坨槍爐 把劍兵武士全部解決掉 瑪雅人投資了非常多的劍兵武士 好 火炮可以回頭打一下 好 直接躲掉 好 瑪雅人這邊點下了三攻 槍兵傷害稍微補一下 上方城堡倒了 上方劍兵武士也開始突擊 好 後面補了一些軍營 不是補馬就嗎 欸 那就要從側翼進攻的話 補馬就反交好吧 但他這邊是想要全部都出劍兵勇士開砍的 好 槍兵的部分來到四十六隻 四十六隻應該也很能打喔 雖然射一下只有兩滴血 但好像不太行 加上高地之後這個傷害直接被緊消掉 完全射不動啦 大量劍兵武士過來 好 三十八 劍兵武士慢慢 敵倒了 HERA的 強奴 哇 強奴倒掉了 只剩下十八隻阿 沒有拉打 這個劍兵武士還是有點太強了 好 上方的臭命 又被這些 劍兵 繼續輸出 現在HERA要打贏這場比賽 我以為的辦法 可能是要轉羽毛間射手 好 這裡點下了銀罐 但是如果這邊轉羽毛間射手 也沒足夠的破破黃金 現在黃金已經歸離 直接轉戰矛 但覺得轉戰矛好像也沒什麼希望了 因為人家瑪獵的弱馬 就可以直接十四攻傷害 爽吃戰矛兵 馬雅人戰矛 只要點下銀罐 就會變成散彈戰矛 所以戰彈戰矛子 這矛兵數量夠多 打對方的刺蝟劍勇 也是會有一點效果 那HERA這邊已經打出了結局 我們恭喜 HERA拿下比賽 不是 感謝 恭喜我們的希托 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希托最後是出了一百八十二隻的 劍兵勇士阿 那HERA這邊是出了一百二十六隻的強奴 最後是擋不住大量的刺蝟劍勇 那為什麼我就要刺蝟劍勇 就是因為他的遠防非常高 非常能扛箭矢 雖然還是會被攻擊手給打倒 但最後還是可以扛著他的高遠防的效果 扛住大量箭矢的傷害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馬雅人拿下支援的全部勝利 沒有一個是輸的 十五甚至贏了快要一萬 那黃金甚至贏了六千 還是五千左右的支援量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助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